那8例裡面6例是解隔前 因為要回家了 所以要解隔前要做一些採檢 高雄增加的8例確診 雖然有6例是高雄港傳播鏈 而且都是解隔離前的採檢確診 但其中一位是80多歲的阿嬤 情況特別不同 18904他主要的負責照顧對象有8名 這8名都已經進行了匡列 採檢隔離 目前就只有這位18986 是有確診的情形 原來最早住在齊津的案18469 先傳染給同住的太太及媽媽 案18902、18903 之後又傳給對面的居服員案18904 沒想到他服務的80多歲阿嬤 案18986如今也確診 由於當初擔心有社區感染 是否還在齊津海科大 以及齊津醫院 持續開放篩檢 就怕產生隱性傳播鏈 所以我們在昨天今天都開始擴大 在齊津做社區的監測 另外一例宜蘭礁溪旅遊的傳播鏈 又多了一例幼兒園6歲男童 案18987確診 加上算在屏東的案18854 5歲女童 幼兒園內就已經有10名兒童確診 加上新北國中生傳播鏈 又有媽媽確診 看似新增8例的感染源都能掌握 但也凸顯出疫調過程稍有不慎 就可能出現嚴重破口 TVV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TVV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TVV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